这都是小头吗 这个不算本事 大头 大道 大骗 就是一招就是分 分散的分 这个也是用的分 它就把你的注意力一下调动 调动开了 所以你到遇到这种 在生活中你遇到就是意想不到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分的时候 你马上就不要动 方教授说的这么邪乎 那么都有哪些情况属于分呢 你比如说 比如胡老师你走着走着 突然对面走过来一个女孩特漂亮 走到你跟前 对你一笑啪一大嘴过 这时候你怎么办 蒙了 当然肯定就蒙了 当然就蒙了 但是想胡老师想 哎 没当初没谈过恋爱 没得罪过她 没那个 第一反应会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就是你第一反应赶紧摸钱包 因为这钱包就没了 这个美女啊 她一般就两招 叫二打 一个是打巴掌 一个是打case 还有对面走过来 大姑娘挺漂亮的 一抱你搂着 亲你一口 这个一般都是赶紧摸钱包 这个也是要出事 但一般男人可能想起摸钱包吧 不是他在想 为什么他亲我一下 但是这时候你就打我一下 可能他走了还摸脸 说这为什么呢 是不是他认错人了 他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今天这么幸运掉一下饼 难怪刚才我见到那王教授的时候 我说王老师咱们那么久没见了 咱俩拥抱一下 他说免礼 原来就是不能近身 这就是分 这就是这个分字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坐着坐着 比如说 跨叉 你脚底坐火车 有的时候跨叉掉好多钱 是吧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别动 这个贼就在你旁边 还有有时候你坐着坐着 这一斤突然着火了 这个也是 那我不能不动 不能动 你得先看看是怎么回事 再不能看怎么回事 您赶紧得站起来 蹬里跳起 你要一蹬跳起 说不定正好中他间计了呢 那火都已经上了 他那火不会是大火 他就是用烟头点的 就是这刚冒烟 那里多冷 你看 冒烟 然后还想 王教授跟我说 王教授说过了 这冒烟的 一定是这刀的 掏钱的 赶紧先捂这 再拍这 然后还想 这个咱们呢 我为什么说呢 实际上咱们这个节目 防骗 倒不是 倒不是重要的 重要就是养成人这一生 我一直在琢磨 人一生要有十个绝招 这就是一个绝招 我今天把这告诉你 这要祖传玩伞秘制高单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我们是二般人 祖传伞秘制高单 王教授您就别卖关子了 快点告诉我们 您的防骗绝招 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先放下稀饭 再拉孩子 这是做人的一个大绝招 什么意思 妈妈拿着一锅稀饭 这手拖着 这手领着儿子 这儿子刚会走 嘎嘎嘎走 吧